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我们来谈谈升官发财有什么神秘法则 亿万财富到你家来亿亿亿来发 真好 好所以既然要升官 大家也希望是能发财 但很多做生意的还发不了财 上班族要发财要靠乐透 还是要靠升官呢 当然每一个境界不同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法 改掉这个口头常很重要 喊穷你就会越来越穷 我好穷哦 我现在口袋空空啊 我都没有存款啊 我的银行呢空空如也啊 好你每天在念这些是吧 好像念经一样是吧 那你就真的会穷死 很奇怪啊 很多人明明就不穷 就可能呢 说有钱换电话就去 换电话去旅行 但就最喜欢喊穷 要知道这句无心的口头禅 就成了你不能吸引金钱的元凶 每天都喊穷 钱就不会跟着你啊 因为你都说穷嘛 穷就没有钱的能量嘛 整天喊穷只会吸引穷鬼 到你旁边来 这个穷鬼是很可怕的恶鬼哦 好又只能吸引到金钱呢 好有钱的能量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了 我们继续看 感恩跟知足 人要富贵呢 首先要学会知足 知足让你处于一种感恩的状态 而感恩正是呢 吸引力法则内的重要元素 就算你的户口只是有几万元的小数目 但你的知足却能够产生相细的作用 吸引更多的金钱流向你的户口里面 你的口袋里面 甚至你的银行存款里面 让你继续处于满足的状态 好很多人就说我工作工作工作 我存钱存钱存钱 好不容易呢 十年八年存了一大笔钱 很多人存不了钱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一个理财的一个方式 好那每天都在喊穷 喊穷就是去旅游啦 我要去旅游 我要去欧洲 现在呢 机票好贵哦 然后去那边呢 哇要花好多钱 我想买名牌包啦 我要去哪里看秀啦 那多少另外额外的费用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去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有钱 像年轻人这种想法 很多年轻人 一有钱我出国 你去日本 我去欧洲 比比赛 比谁花的更多 这个就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继续看 好有钱人 他对金钱的能量是很强大的 他有两句话他绝对不会说 这句话最重要 太贵 第二句话我买不起 他绝对不说 就算他买不起他嫌太贵 他都会说啊 没关系我下次再来 你看 没关系下次再来 那我如果是我进去看 很漂亮 材料又好 材质又好 款式又新颖 但是呢 我慢一点再买 我只会说我慢一点再买 我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我慢一点再买 那我就回去想一想 对不对 这不要嫌人家贵 然后在手上骂了几句以后 就被人放下来 有人会认为是 节奸表现值得嘉许吗 不是 其实你这句太贵 背后隐藏着你厌恶金钱的想法 通常你会拿起产品来看呢 暗示金钱令你拥有 拥有不到的喜爱之物 所以厌恶的不是那件产品 而是产品的价钱 那价钱就是金钱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 东西好贵哦 东西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价位也蛮高的 我不是说太贵 我说价位蛮高的 我好好算算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买 这样就好了 或者你也根本不用讲 心里要默念 希望我有机会得到它 希望我能够买得起它 应该这样子 你就会变成越来越有钱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口头才一定要改掉 来 接下来 知道要什么 成功人士虽然购买东西很大手笔 也很愿意花大钱 但是呢 如果单纯的只觉得他们是有钱 所以敢花 那就大错特错 成功人士花钱时 都是经过思考的 他们只会购买自己真心想要 并且喜欢的东西 他们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而那些东西就算贵一点也无法 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一个现象 穿的比较富贵的人 或者他手头比较宽裕的人 他们说老板 这条鱼大概多少钱 老板算一算 这条鱼要500多块 那如果一般家庭只说哇 怎么这么贵 对不对 马上就哇 怎么这么贵 像我看一看 我就会说 哦 果然是好鱼 现在的物价确实是比较高 我只会这样讲 老板天后就很开心啊 哦那老师你要不要买 我说我可能先挑小一点 那因为我不想买那么贵的嘛 那我不会想说哦这么贵 所以你不要一直嫌人家东西贵 而是你没有钱 所以东西变得贵 那这个钱呢没有的时候呢 那些东西就是贵一点 其实呢大家知道很清楚嘛 你嫌的不是东西 而是嫌弃你的钱 来接下来 投资自己 成功人士对于投资自己 是很舍得花钱跟心力的 因为他们深信投资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 成功人士乐于接受新事物 很喜欢学习自己不懂的知识 因为呢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在自己身上投资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好我要告诉各位的话就是说 我们不管在一家公司里面上班也好 或者是自己经营企业也好 或者你是一个个体户也好 你都要有个心态 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不是不断的在念书 念到博士 不是 我刚才讲过 我在前两集的节目中我有讲过 黄永信 郭台铭 大家都还说郭台铭没有念大学 我觉得很奇怪一些事情 比尔格斯大学没毕业啊 对不对 人家是这么成功的人士 跟念书有关系吗 是你的智慧的问题 跟你的聪明度的问题 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 我先讲解一下 这些大老板用的都是博士硕士 你念博士硕士 你一成不变的思维 你只有你的将你的专业奉献 你根本不可能成为Leader 这样了解吗 你要想成为Leader 你就必须要付出新的代价 而不是去念书而已哦 念书不是唯一的途径哦 好 那我不是奉劝大家不要念书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学习不同的专长 像我就学习不同的专长 万一这个行业不能做的时候 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对吧 应该是这样讲 那或者先刚开始把他当做自己的兴趣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跟钱结缘的话 你要跟请钱变好朋友 你必须要先投资自己 你如果不愿意投资自己 你钱不愿意先花出去 先来投资自己的话 你根本没有机会 来我们接下来 乐观向前 因为如果你一时得不到财富 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公平 觉得失落或者悲观 因为你的思想是负面的 当然也会吸引许多负面的事物到来 可想而知你要致富 就会是不可能的 建议平常多可以多想点乐观的事情 比如说我去 我以前去欧洲玩的时候 哇好开心 那个尿尿小童怎么样了 然后我买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 哇那个起司真好吃 我现在口水还在流着 你是不是想想美好的事情 还有你跟谁出去旅游的时候 非常开心的 一面讲笑话 对不对 你要想 我很平安的回来 这也是一个乐观的事情 我出国旅游去那么远 飞机没有这状况 我都还哇 每天都是这样子 很开心的到处去旅游 然后我还想 哇那边的大衣怎么这么便宜 在台湾买三万块 那边三千就有了 所以你要知道 那是一个寒冷的国家 因为他们是出产毛料的 虽然我们在那边买东西 真的就大概很便宜的价钱 那当然就是我们是不是捡到宝呢 当然就捡到宝 所以你要这样想的开心 你的运势就会越来越好 乐观的态度会让你积极跟向上 那当然呢 每一个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只是我要告诉你 乐观向前才有未来 我们继续看 不要羡慕别人 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够好 也忽略了自己的那些优点 因而看别人东西总是远望 也别人的东西呢 总是看起来比自己的好太多了 有这样的负面思考 财富当然无法找上你 我现在想想 我每天提的一个包包 那个包包是我去 欧洲旅游回来的时候用的 因为它非常耐用 大概七八年了 我现在想 我还真是开心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 我这样讲 车子停的不够 前面我的车位就不能往下沉下去 因为它是机械车位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包包放地上 车库的地上就随便一丢 皮面磨破 我那时候买了价钱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因为有减税 所以也还好 减了一万多块的税 我觉得我还还蛮公平的 你看一个包可以用这么久 八年 我又是想 那买一个比较便宜的 看起来可能便宜很多的 那我是不是每年都可以换新的包 对不对 但是你换了新的包包 拿的包包 那个分量 第一个感觉不出你 你是属于那种可以装很多钱的东西 你知道你的包很重要 所以我想你的包包是非常重要的财酷 如果你连你的包包都厌恶的时候 代表你的钱会飞走 像我从来不厌恶我的包包 只是他用破了用旧了我会换你的 不要厌恶自己的包包 知道没有 那有时候我想说 哇 包包真漂亮 真漂亮真美 差事真好 我就会羡慕 我好像说 改天我去买一个 对不对 这样不是很好吗 来我们家看 赚钱 赚钱其实令梦想走的更远更久的一种资源 也是我们精神的支柱 与你的梦想从来都不在对立状态 对立的只是赚钱而过度需要自己的行为 其实这意识在匮乏状态 努力赚钱代表你觉得钱未足够 那现在整个经济环境不好 当然大家都会努力赚钱 尤其是老板们更是辛苦了 因为一个眨眼又是30天过去又要发薪水 那也没办法的事情 那你要承担的责任 当然就会更大 将赚钱视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会让你有更多的资源去开展你的梦想 那接下来 写封情钱的书 给金钱写一封情书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不会 这是真正的事情 表达感恩跟感谢 感谢钱给予你的美好 让你免除痛苦 要把金钱的渴望跟向往 去描述让你拥有金钱的时候 你会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服务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循环的状态之下 我们就会越来越富足 而且越来越有钱人的感觉 这是真的 所以 钱财当然取之有道 很多人是会中乐豆的 所以你每天要冥想 跟钱的观想要一致 比如说我很爱 我希望拥有更多美金 我希望拥有更多的欧元 例如这样讲 或者我希望拥有更多的人民币 因为我要去大陆 我希望拥有更多的日币 我要去日本 这个都是你可以冥想的东西 所以你在冥想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跟浅浅连上了心 它就会上了你的心 因为它上了你的心 就会什么 滚动你的思维 滚动你的思维 你的学艺循环里面 就像一个磁铁一样 会紧紧吸引住这个钱 你的身体的磁场 就会紧紧的裹住这些钱 因为你一直在思考 我要更多的美金 我要更多的欧元 我要更多的日币 我要更多的人民币 我可以去中国 我可以去日本 我可以去欧洲 我可以去美国 你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钱的能量就会越来越近 所以你要跟钱谈恋爱 这个恋爱很重要 爱钱不是如己 爱钱取之有道 那这个道是什么样 是正确的道路 亿万财富到你家不困难的 那这些神秘的法则 你大概没有试用过 你今天开始 海洋老师呢 一系列的发财法 升官法给你 我刚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上一期节目 我讲了怎么样升官 你每天老板叫你做我的工作 你都不愿意做 他一定是找别人去做了 那找别人做了以后呢 他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兴趣 然后呢升官的时候呢 根本轮不到 轮不到你的 因为你没有表现出 很优越的状态给他 因为你需要人家提拔 你把这个大贵人往外推了 所以升官就不太有机会 那发财更难了 所以呢 我刚才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很多大企业里面 为什么他能够升官优发财 不是说看准老板的嗜好 不是哦 他是老板有事就当他自己的事 老板有事就当他自己的事在做 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换了你当主管或当老板 你希望你的部署呢 能够协助你的时候 这个部署呢 根本不甩你 你会提拔他吗 不会吧 很难哦 这种是太难的 你升官机会就没有 所以我刚才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升官跟发财其实并不困难 你要离有钱人越来越近 而且有钱人的思维跟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哦 他们在看钱的态度 看钱的方法使用金钱的方法跟你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呢 当然是120穷的人很多了 那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变成是这个样子哦 那我今天要你们如果是父母亲呢 可以将我的影片呢 这几个影片呢 转发给你的孩子们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怎么样的金钱观 怎么样的理财法 然后呢 对怎么样的事业 对怎么样的态度 对人的方法 都要做调整跟改变 否则世界已经顺喜万变 我们来不及了 谢谢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开第二小铃铛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